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来看2009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接下来呢 是女单的一场半决赛 蒋燕脚未免冠军和王世贤争夺决赛权 这场比赛呢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在现场请到了世界冠军赵婷婷 和大家一起来欣赏接下来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预期为大家转播的两场比赛是 女单的王世贤对蒋燕脚和男单的陈金对约根森 那么这场比赛场上比赛的两名选手都是江苏人 解说嘉宾也是江苏人 而且这个赵婷婷你跟蒋燕脚还是解放军队的队友 那你对蒋燕脚的这个了解应该是还是有一些 应该比较多一点 对 我跟蒋燕脚都是一个队嘛 但是可能因为我是双打它是单打 所以可能只能说是从这种性格 从这种整体打法上来说还是比较了解 但是从这种单打的具体线路来说 我应该还算是个外行 那你正好一块学习学习 对 好 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两名选手的特点都是非常相似 都是跑动型技术型的打法 以拉钓突击为主的打法 看看今天谁能更好的在场上发挥 双方一上来就是压对方的头顶底线 蒋燕脚是左手握盘 在这个比赛当中 赵婷婷跟左手的选手打 还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对 跟左手的打 他左手的一般头顶还是相对会弱一点 所以跟左手人打一般 还是会比较着重的去打 控制对方的这种反拍啊 或者是头顶区这个 而且左手的他这种线路 有时候会让右手的人特别别扭 因为毕竟左手的选手还是比较少 然后他这种出球的习惯 跟右手的还是会不太一样 判断很准确 出了底线 那么这次解放军的选手 整个也还是在特别单打上发挥的 还是不错的 我记得前不久的这个全运会上 解放军队的女团没有能够进入这个四强 那么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成绩还不算是太理想 就作为你们当时参赛来的 对 因为从整体这种实力来说 或者是从我们对自己这种本身的这种现状 就是现在这种国家队的队员比较多了 或者是相对来说单双打也都比较齐的时候 取得这样的成绩 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我觉得这种经济体育 我觉得也很正常嘛 因为这种团体啊 很多的这种偶然性啊 排阵啊 这种各方面的因素都在 所以我觉得也正常吧 昨天输给王世贤的黄妙珠 讲一讲呢 在今年的之前的一些比赛里边 他这个脚踝也是有些伤势 而且两只脚的脚踝都有一些伤势 那么现在包括全运会以来 这个情况怎么样 有所控制吗 全运会那会儿他其实可能这个脚踝就伤得会比较厉害 一直可能一直都对他的这种系统训练还是有所影响 所以前一段可能给人家的感觉是他的整体这种状况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个运动员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就看他自己怎么样去调整 但我想从这次比赛来看 我觉得他应该调整的还不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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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出戒 两人打成4比4 两个人都是技术非常好的选手 落点都打得比较开 但是两人都跑动能力也都很强 插网球 两人从报名的年龄来看的都是比较小 蒋远交报的年龄是86年出生 王世贤是90年的选手 就出了边线 蒋远交连续失误 那开局这一段 赵婷婷你觉得就是因为专业运动员互相 还是就是行家一身手 编织有没有吗 从开始这几分 你觉得能看出两个队 两个人的主要的战术指导思想 我觉得蒋远交 他本身的他这种打法是打拉开的 所以他可能像之前前面几个球这种失误 我觉得可能是要求过高了一些 他可能想把球打的质量更好一点了 或者是更刁钻一点 但是我觉得干最最主要的 我觉得他首先还是要耐心一点 像特别是王世贤 他的球可能他的线路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的这种出手会容易让对方不太适应 这种情况下可能更需要要能顶得住吧 底线判断很准确 原来这场比赛的时候 感到江苏确实是一个羽毛球人才的大省 原来现在除了江苏队的整体实力很强之外 另外像现在的山东队 还有包括解放军队 都有很多江苏级的选手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半支江苏队 前面平刚球这一派压得很凶 非常平 梦的球漂亮 几乎是滚望而过 好球漂亮 江苏队这球他在出了半场球之后 他还很注意防守 连续顶住对方三拍进攻 然后再往前勾对角 有反击的机会 滑板掉了一个斜线 10比7领先 10比7领先 王世权连续须得在进攻 但是蒋远交在这一份当中他的防守一直都很稳健 最后造成王世权失误 11比7 那我看了这个比赛 另外想到下一场半决赛还有这个汪欣 因为看解放军队那时候打比赛的时候 汪欣和蒋远交这两个选手 有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两个人都是左手 然后个子也都小小的 发型也差不多 就站在场上 你要是不是正面 就甭板正面 还是从背后看过去 都觉得这俩人特别像 弄混 不太看得出来 我当时就在 我刚才就在想 其实解放军队的女单选手里边 这两位主力 可能也有他形成的一些原因 就是因为解放军队挑这个青年选手的时候 他等于是第二选择 他就是要其他的省队 其实他们俩虽然身材 这种很像 像大家又是左手 其实他们俩的打法 其实都应该属于完全不同的打法 像蒋远交 他属于这种拉开型的 他拉掉了 然后寻找机会突击 其实像汪欣他的球 虽然他的进攻不是特别凶 但他还是属于打那种 变速啊 还是属于打进攻型的 他比蒋远交 这种速度 整体速度还是要快 而且汪欣这两年的 今年以来的比赛也是 就好像突然冒出来一样 特别是对拉斯姆森的成绩 已经三连胜 对 最后我看到媒体上有一些报道 说汪欣说 现在打的拉斯姆森 都不愿意理他了 对 汪欣其实一直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高 不管之前可能机会会比较少一些啊 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他还是比较想要想表现 然后平常对自己这种要求 我觉得一直都非常高 我心里 上网推对方的正手底线 往前拿的点比较高 所以很主动 蒋远交加油 蒋远交大家好 蒋远交现在领先了七分 你觉得他在哪些环节做的比较突出一点 我觉得从这里局来看 蒋远交控制王世贤的两个底线还是比较成功的 比较重复的去打王世贤的两个底线 完了 王世贤的重心偏后了之后 他又会利用他自己的这种优势的收调啊 批调来破坏对方的这种启动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甲敦敦放王 王世贤连追三分 通过以前王世贤的比赛 也可以看到王世贤也是一个特别顽强的选手 像昨天第二局对王妙珠在落后的情况下 死死的咬住最终翻盘 2比0战胜了王妙珠 给王世贤上网的机会一多的话呢 他就有机会去展示他往前的那种技术的 悉尼出手的变化 又是一个擦网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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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开想勾对角没过篮 想一想的往前技术还是比较细腻的 这段两人打的都比较耐心 多拍比较多一些 两人在反手往前的争夺还是挺激烈的 互相都不怕对手 都觉得这是自己的强项 自己的技术也不错 另外也非常注意对方的往前 特别反手往前的这个球 现在双方在反手往前争夺的时候 互有输赢 犹豫 很好的得分机会 没有把握住 让15比17 这个比赛又增加了悬念 想直接把对方戳死 给自己增加了风险 擦网之后出界 赵婷婷可以多说点 昨天那个我看到有球迷说赵婷的声音特别好听 你看你打球还舒服 不过从运动员转型做干我们这个 这一行还是有一个思维上的转换 像也有好多运动员 这个做了之后的感觉就是 跟平时看球不一样 平时看球看了就看了 这球是这么回事 就在脑子里过 要过几秒钟才想起来 我自己应该说出来 对 应总员基本上看完了 都是放在心里 不太会表达出来 这个跟你的专业不太一样 是吧 让你们手手快脚快 调球下网 机会还是不错 就像过去我记得 有一个围棋高手 马小春 知道吗 他也是电视上转播一场围棋比赛 然后有一个地方 解说的人 就担任大盘讲解的人 说这个应该这么走 马小春一看这说的不对 这不能这么走 然后但是他没做声 等下次比赛 他碰到那人了 就担他们一走 然后把人给赢了 估计你们看球也是 这么打不对 但是不能说 小慧自己打的时候 在场上告诉你 不我们有时候 可能这种是一闪而过的 可能觉得不太合适 可是也觉得 因为比赛跟观众 跟看球还是两码事 比赛的时候很多 还是打自己习惯的东西 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每个人打法不一样 那我的打法是这种 我觉得我不想这么打 可是他的打法也许是这样的 对 比较适合他 哇 好球 批杀大对角 蒋云娇获得了局点 这是我这段以来看 蒋云娇打得比较精彩的一局球了 你有没有看到 他打得这么积极 因为他这次比赛也是未免冠军 已经打到四强这份上了 肯定谁都希望能未免 而且我觉得可能全运会上 也会有些遗憾 我觉得他自己也应该要调整过来 然后尽量去弥补一些 尽量少一些遗憾 我觉得 好板在直线 好球 这是动作很小的一个收掉 21比17 蒋云娇是先胜了第一局 1比0领先 2比1领先 2比3米 2比2 1比4 4 4 5 5 6 7 8 9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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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2009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女单的半决赛 上半区争夺决赛权的一场比赛 蒋云娇刚才是上了第一局 现在和王世贤的第二局比赛开始 他叫裁判长 有观众使用闪光灯 其实在这次中国大师赛的 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呢 都会有志愿者拿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请不要使用闪光灯 谢谢合作 但是几乎每一次比赛 无论是网球还是羽毛球 都还是有这种现象发生 好 现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开始 一脚对脚 一脚对脚 重复一下对方的底线 再结合批掉 好球 很多业余爱好者都觉得 看女单的比赛和女双的比赛 对自己打球帮助更大 因为有些战术可能对业余爱好者来说 更容易实现 比如说这个 你像压对方底线之后 然后再去打对方的往前 就比较有用 这种调动 调动性的这种打法 可能对于业余选手还是比较 比较实用一些 我觉得 因为有些具体线路或者是整个这种战术 业余选手可能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像我们要求 比如先控制两底线再控制往前 可能这种比较专业性的说法 可能对于业余选手来说比较朦胧一点 但是直接了当的说 你先打他后场 然后再打他往前 让他跑 让他不停的跑 可能 就是大众会比较好接受一些 因为在实际体会当中 你就像男单很多选手这种控网 先下压进攻 业余选手确实 你没有一定的能力的话 确实打不出来 你倒是控网了 你这往前技术挺细 你放的挺贴网的 人家啪一下 给你挑到后场 你没有临单的那个水平 对 没有这种能力跑到后场 然后我再来进攻 然后再杀死他 对 要么就是好不容易 我逮了一个高球 我想进攻了 我感觉我杀得很好 结果人家轻轻一挡 我上不去 对 结果还是没有 嗯 最省事的还是像女单 像这个 这场 尤其这场比赛 也是比较明显 把他放在两个底线 你就拼命把他压死 你不是特好的机会 就不往往前打 就压两个底线 对 你要是力量够足 你就控制他两个底线 然后你等他打不动 你再打他往前 对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其实业余爱好者 可能有 有些 我相信有很多业余爱好者 也有更高的这种追求 因为我自己打的时候 我也是感觉 其实最爽的 还是控网抢攻 就是你在往前 抓住机会之后 对方出球不到位 当然得他出半场 他如果是打得很到位 我肯定这一分也就死了 如果出半场的时候 你去突击 那种真是能找到一些 高手的感觉 要痛快一点 对 压底线 然后打往前 得分是 你就很实用 确实就是很实用 但是你在心理上 得到那种快感 远不如控网抢攻的那种快感 是 其实我们小时候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一样 我们都是打平高球 平高球是最基本的一个技术 你先把平高球打完 你才会去要求 你说去打掉球 打杀球 这种 所以我觉得 对特别是 刚开始打羽毛球的这种 业余选手来说 高球是最实用的 你要是有力 够有力 把对方压到后场去 你就基本上就赢了 而且我们业余的 如果跟一些专业选手打的话 我觉得你是打 打这个笑体笑的选手 或者打青年的选手 可能会觉得更困难 因为就像你说 他们是处于那种 还在平高球发展的阶段 因为我有时候去看 像也会在广东 看这个广州少年队训练 我看着这球就没法打 他们的女子选手 就站在后底线的后面 对拉平高球 你看着高球就头晕 是吧 而且他们那种感觉 你看他们站的位置 根本跟你平时玩的 就不是一个项目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 也就是很基础的这种 所以你 最主要的是 他们练的那个 正好是你的弱项 所以你就会觉得 特别的头疼 如果说那俩小孩 是专门线在练 打往前 控制往前 你可能也许会觉得 还好一点 压力没有这么大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跟国家队打 国家队的队员打 还舒服点 那是 你在哪 我就为你手上 他不会上来一根筋的 就压你底线 跟你练球 对 这球是有一点运气 碰网之后 正好在蒋云娇的手边 这场球还是 就感觉蒋云娇在场上 他更积极 更投入 对这个场球 想要的那种感觉 求生欲望更强一点 对 他这场球 我觉得他主要是 他这种节奏控制的最好 这也是他的强项 就是很多队员可能 也可能因为像 比如说像王英寒 他们这种身体条件 会比较好一点的 他们有这种身体素质 去完成一些 那蒋云娇 他相对来说 他的这种身高优势 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他的进攻不是很凶 他可能更需要 场上这种节奏 然后他高球的这种弧度 也许要掌握的 比别人好一点 然后让自己有时间 回到重心 然后去接下一排 但这场球呢 像他们俩前一段 都是互控两人的后场 但是我觉得 从这个球的 出球的这种弧度 和那个落点上面来说 还是讲一教会 比较熟练一些 会比较好一点 请先判断失误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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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的撕线的判法 反正最后都是 都是假一假得分 这个在比赛当中 再次 黄世贤真是执着 每次都把这个演一遍 可能镜头上大家没有看到 他先是很困惑 很诧异的看私线看裁判 然后一直盯着主裁 主裁问私线 见内还是见外 然后私线再给一遍手势 还是见内或者见外 不过我觉得这是对的 因为如果你不提出这种意义的话 这种他裁判 就是没有这种压力的话 还是不行 可能会造成下一个球 就是说就是你下 就是希望下回能找回来 也不是 对 因为这种可能他本身 他觉得这个球 他自己觉得这个球是界外 那他肯定要提出意义 他希望主裁能够改判 但是一般情况下 主裁是不太会改判 算不太想 算不太想 放网还是很巧妙 球出了底线 10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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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王世田很顽强 追到了9比10 手上来一个节奏变化 每一次出手 两个人手上都会做几个动作 来骗对手 对破位一下这种对方的这种启动 上海今年是连续第二年 举办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那在中国公开赛呢 这两年逐渐形成了 渐渐成为一个传统 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能继续 像去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觉得还好吧 因为马上 如果办完了 应该算是正式嘛 正式退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已经在学校读书了 我好像觉得我已经 已经离开这个羽毛球队了 其实当时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些伤感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 可能调整的时间会好一些了 只是现在重新来到赛场 除了比较熟悉 然后我觉得可能 更能作为一个旁观者 来观看这些比赛 就跟在场的这些观众一样吧 我觉得没有把自己 再定为一个运动员了 可能有些球迷 也会关心你上学的 具体的学校和专业 这方面的情况 能透露吗 其实可能很多球迷 都已经知道了 我这次是去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读 然后 我的那个专业好像 应该是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专业太大了 所以 以我的基础 我觉得 还需要更加努力 到了学校正当三好生 羽毛球队给你的期望 就是不要给我们国家羽毛球队丢脸 正当三好学生 别光体育好 其实我们学校有很多 很多学生都很爱打羽毛球 然后都很特别积极的要求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 教一下 没有交流 我觉得可以互相帮助一下 我来教他们羽毛球 他们来教我 这些什么英语啊 这种课程 我觉得 不过我觉得以后 你如果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 也要留神点 因为这个 你看我们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是乒乓球传统学校 有些是专业退下来的 在我们学校上学 但是有些真的纯业余的 起码乒乓球这个项目 有些纯业余的 还真是有两下来 而且乒乓球 只要是 知道他去打这个专业的时候 很多人围在边上看 都会给业余的加油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估计我们学校的水平 应该也不低 因为有几个号称是铁杆粉丝的 然后特别热爱羽毛球 对 所以我还得做好 充分的这种心理准备 等你到二三年级的时候 也不怎么练了 他们开始挑战你了 蒋燕焦还是在场上控制着主动 15比11 谢谢大家 但是看王树贤的比赛呢 就是无论是场上什么一个局面 哪怕他处于落后 他的对手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求出边线 求15 17比12 想叫这个比分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心里应该是比较有把握 我说这个比较有一定的优势 半场球 突击 今天的半决赛呢 下午有五场比赛 是我们前面已经转播的一场 女双 田青和张亚文 胜了陈一慧和黄佩帝2比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场 女单的比赛 蒋云娇领先着王世贤 下一场是陈金对约根森 另外在今天下午半决赛还有两场 是混双李龙大李孝珍 对泰国的一队选手 然后还有男双 福建杰陈文宏 对中华台北的一队选手 在今天晚上呢 比赛是从7点开始 我们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将从8点钟开始为大家进行直播 第一场比赛 7点的比赛是女双 马进王小李对杜静于扬 开始直播之后呢 我们第一场比赛是男单半决赛 林单对朴成焕 接下来是男双 鲍伊摩根森 单半选手 对韩国的郑在城李龙大 接下来是女单 汪欣对李雪瑞 最后还有一场混双的比赛 郑波马进对张南和赵云磊 在多拍过程中 讲一句还是会比较占优势 多拍过后两人好像都有点累了 看网球没有过 19比14 阶段比赛 这场球总体上还是王世贤 基本上都被蒋燕娇控制住 到最后这个阶段已经有一些急躁 连续的失误 蒋燕娇现在已经获得了场上的比赛的场点 向他的未免的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球出底线 21比14 蒋燕娇是赢了第二局2比0 战胜了队友王世贤 这样蒋燕娇就率先打进了女单的球赛 他将迎战汪欣和李雪瑞之间的胜者 来进行冠军的争夺 那么稍后将是南单半决赛的第一场 中国的陈金迎战丹麦的约根森 我们等一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 那些人都在那些人